猫咪是很喜欢尝试各种食物的 但你一定要知道哪些食物对猫咪来说是有毒的 或者对猫咪的健康有害的 如1.葡萄 葡萄干 吃了会让猫咪的肾功能产生一层 严重还会引起急性肾肺解 不小心吃到的反应会是贪卵在地 眼神在地刷头 2.羊群 羊群会破坏猫身体内的红血球 可能引发上吐下泻 饰尿发生的症状 严重破坏时可能导致死亡 3.大蒜 韭菜 葱 之所以不能给猫吃到 是因为它们含有一种名为鲜饼鸡饼 第二容易在有机硫磺化合物 不过猫吃到了会破坏血球 导致贫血及饰尿 还有可能对肠胃造成伤害 4.酪梨 主要是因为酪梨中含有一种叫不饱和酒类的毒素 再补用几果平衡多如 吃热会导致中毒 如今困难说 可可类巧克力 茶 可可类因为含有可可解 同样含有咖啡因 茶显的咖啡和茶也需要小心地理 猫吃热会刺激集中毒神经 如果可可解进入事业 会造成脉搏不整 竟然抽筋或是有兔腹血的情况 或用甲翘类 长线 虾子 甲翘类可能有寄生虫及流汗腹门 而流汗腹门会分解为生虎病 可能会导致生育不整 狗吐 吃具平衡感 肺治癫痫 虾子 高龄食物 这猫更有故意不能吃 7.虎头类于狗吐 鸡虎头 与狗吐反可能不小心 刺穿猫的食道 会长得气宽 造成烧快气宽 带死后气宽 8.酒精类饮品 所有酒精类饮料 这位猫的肝状无法分解酒精 因此绝对不能让猫咪喝酒 只要一点点酒精 就可能导致酒精动静 会造成恶腹 腹腺 腱腋腋等 肉状 有 生蛋白 生鸡蛋 生蛋白可能有的气息 它们自身也会造成恶腹脊腺腺腺 10.甘吉利 腸子 细肉 肝 橘 柠檬等的果皮 含有甘吉油 会刺激皮肤和呼吸道 长时间接触 有机会引起过敏反应 导致五次 肝酸结等致命症状 这里指令指种猫不能吃的食物 虽然很多食物对人类来说很安全 吃猫来说却困不得到 因此在给猫咪吃之前 还是关伙伴们先好好了解一下猫咪可以吃的食物吧 也别因为你的徒子跟你扑鼓的徒 不给予他有害食物 而害了他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